你 彩虹 季篁 你怎么在这儿 我妈妈在这里上班 我来看她 你呢 我 我妈住院时 有一个护工对她特别好 我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 送给她 怎么了 生气了 脸红红的 是因为 东霖的邮件吧 你怎么知道 秦渭来找顾我了 她特别生气 你不会误会了吧 那个邮件真的不是我写的 真的不是 当然不是 我不相信 那就好 本来跟东霖还有秦渭就有一万张嘴都说不清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你 你放心吧 我这边不用担心 你只要跟东霖好好解释就行了 你 你真的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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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在乎 你的文笔难有那么差 而且那个时间你不是在车站接我吗 我也想还是想活动 我就是慰勁这个还要 你 blond霖 谁呀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 你怎么跟他还抱在一起呢 妈 我介绍一下 这是季篁季老师 是我的同事兼指导老师 季篁 这是我妈 阿姨 您好 彩虹 给我过来 妈 我 给我过来 干吗呀 我不允许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走 妈 走 他是不是指导老师 你干吗呀 什么指导不知道的 给我走 走 你别这样 妈 妈 那季老师怎么得罪你了 他妈妈有病你知道吗 肾衰竭 而且他妈妈的病情相当严重 还得换肾 这换个肾得多少钱你知道吗 这些 那姓季的都告诉你了 没说得这么清楚 是啊 谁会把这种话告诉一个姑娘啊 那季老师妈妈生病了 那是她的错吗 那要是您生病了 而您女学皱个眉 拉个脸 您怎么想呀 这傻孩子 你傻吗 你这是两回事 你要是结婚以后婆婆生病了 对吧 她妈住院 端屎端尿 端茶送水 养老送中 这是你应该做的 这叫分内之事 谁叫你生儿媳妇呢 你只能怨自己命不好 可现在呢 你不还没嫁给她呢吗 你可以规避的风险 你干吗要去闯啊 你是谁 妈 你小心点 气死我你